加上,内风湿性关节炎最明显的早期症状,就是对称性的手,阻小关节疼痛或者肿胀,包括腕关节的肿痛。 其次,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关节疼失肿胀,疼痛多成对称性,持续性。 这四个迹象暗示你有内风湿关节炎。 一,对称性手,足关节疼痛,内风湿性关节炎最明显的早期症状,就是对称性的手,阻小关节疼痛或者肿胀,包括腕关节的肿痛。 其次,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关节疼失肿胀,疼痛多成对称性,持续性。 二,沉浆,清晨起床,如果出现手指或脚趾关节麻木,僵硬,活动不变的症状,原则广主任提醒,请小心患上内风湿关节炎。 三,足部和怀骨一场,足部和脚踝也是经常受到影响的部位,尤其早期症状可能体现在足部,双脚可能变宽,出现疼痛,甚至走路困难。 四,其他症状,类风湿关节炎日常防护有四招,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因免疫闻乱,且长期服用药物,亦发生各种感染,而感染又是诱发或加重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情的重要原因,牙吟炎,脸淘体炎,鼻豆炎,乃性中炎等等虽不引人入目,但它们却是重要的感染源,必须及时根治。 第二招,避免诱因,寒冷,受潮湿,营养不良,精神紧张,过度疲劳,外伤等,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症状下重的诱发因素。 特别是每年季节变换时,观察大,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,医患感冒,和扁桃体炎等疾病,从而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复发加重。 因此,在寒冷的冬季应注意添加义务,注意跑暖,防湿寒,适当晒太阳,泡脚,锻炼,充足睡眠,加强营养,增强体质,预防感冒。 第三章,饮食调节,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后,因为病痛及长期服用药物的影响,往往有停歇,低蛋白去症等,而且食品种的突然改变,高热量,高蛋白,高脂肪饮食,是使类风湿性关节炎加重恶化的因素之一。 某些食物与关节疼痛相应程度,明显相关的病例并不少见,但由于体质人间,个体差异较大。 故人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,应注意饮食的营养和均衡,不可获奔进口,一年营养不良。 第四章,适当运动,尽管靠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研究,取得了很大进展,但单靠药物疗法来防止关节活动障碍是有限的。 只有配合及即适当代功能锻炼,才能更好地维持关节肌肉功能,减少残疾,一般即性期需休息,可进行关节支撑活动,维持关节活动度即可。 在慢性期,应进行关节肌肉的功能锻炼,锻炼强度因是病情而定,在能耐受疼痛的范围内进行,一般来以锻炼后,第二天不感觉疲劳的目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